记者蔡张胜新竹报道,新竹一名国三少女对父亲不满,愤而煽动妹妹联手误告父亲性情,猥亵他们多年。 检方侦讯时发现这对姐妹花痛词漏洞百出,灵机移动从脸书上找线索,赫然发现大女儿向校方揭发父亲性情的前一天向脸有痛尘干。 他各种怯怒,没收手机,电脑看来也快不能晚咯,明天我他妈就不回家拉干,确认他不满手机遭父亲没收,才与妹妹传谋诬陷父亲全案不起诉。 大女儿去年2月20日向警方指控,父亲在103年6月先自行吞曲内裤后坐在地上,也要他脱掉内裤,坐在父亲脚上,父亲以双脚固定住他,性侵得逞。 105年10月父亲利用帮他洗澡时,以手抚摸胸部,106年2月帮他洗澡时,手摸胸部及下体,且以舌头舔他背部。 小女儿也指控去年2月被父亲从后方抓胸部。 检方深入侦询发现,小女儿事后说被父亲其胸仪式没有印象,然后又说当时姐姐也在房内目睹。 但检方交叉甄讯后,发现二人的控词都不拢,姐姐才坦诚没看到。 陈南言辞否认近亲两名女儿,声称是因为他反对大女儿交男朋友后,管教比较严,所以大女儿才会影响小女儿共同对他做出不实指控。 检方甄讯时,发现大女儿对于父亲的猥亵行为,比起四个月前在警方提告甄讯时, 竟然记忆更为清楚,这与常人距离案发诗典越近记忆越清晰之情心有别。 检方询问大女儿当年遭父亲性侵蚀是否被威胁,她回答有以临时,谈国引诱或禁足威胁。 然而检方认为,当时两姐妹分别为国小毕业,国中一年级,对于不能让他人随意碰触身体影子部位, 生殖器官等因已有初步认识,疏难想象会仅因临时糖果等威胁而任由父亲进行。 最关键的是,检方查出去年2月19日大女儿在脸书与有人对话干。 她各种怯怒,没收手机,电脑看来也快不能晚咯,明天我他妈就不回家拉干,怒抱,不知道她在生气三小A,反正她没收我手机,没手机可以报备。 漏,隔天随即向学校辅导人员与警方举发遭父亲性情,违戒,检方合理怀疑大女儿因手机遭父亲没收,而与父发生嫌弃,因此陈男便称是因管教严格而遭女儿诬陷,即有合理根据,全案部起诉。 自由电子报关心您,若怀疑孩童遭受身体虐待,精神虐待或是性侵害,性骚扰,请拨打以E3专线,透过专业社公园接线服务,将可尽快救援在生命危机中的儿童。 数据 数据